上比亚共和国是非洲中南部的一个内陆国家,大部分地区属于高原。 值得一提的是,上比亚是钢果河的发源地,在整个国土之上。 同矿资源非常丰富正是因为如此上比亚,曾经作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。 随着不断的发展,以及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。 从最新的人类发展指数报告当中看出,上比亚目前所拥有的人类发展指数,已达到中等水平。 这也就意味着上比亚,已经逐渐地成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。 全球最大水库,最大库容量,1850亿立方米。 面积是三小水库的五倍多。 而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话题,就是位于上比亚首都东南方向约300公里处的一个大型水库。 它叫做卡里巴水库。 横跨上比亚和辛巴威两国边境。 从整体来看卡里巴水库,是上比亚最为重要的渔业产地。 随着近几年不断的大力开发当地的旅游产业。 卡里巴水库已经成为了上比亚最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。 每天接待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,前来这里旅游观光。 卡里巴水库,长约220公里。 宽约40公里。 面积大约5580平方公里。 平均水深29米。 最深处达到了97米。 是世界上库容量最大的水库。 若按照水容量,来计算卡里巴水库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。 特别是上比亚北岸卡里巴水电站。 正常的蓄水位是487.79米。 最大库容1850亿立方米。 如此大的库容在整个世界上也并不多见。 而如果与我们中国的三峡水库相比较的话。 三峡水库总面积,17084平方千米。 与上比亚的卡里巴水库相比较的话,还不足它的五分之一。 与三峡水库的共同点,就是三峡水库,是通过拦截长江水源而建造。 而卡里巴水库则是在非洲第四大河赞比西河进行拦截。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就已经建造完成。 虽然在之后又进行了一次扩建升级,而必须要重点提及的,是在之后的扩建工程,是我们中国所承建。 看到这里不由地感叹我们中国基建的身影,真的是无处不在。 可能在众多读者的认知当中,觉得拦截水源修建水库一定程度上,对于当地的生态环境,会造成一定的破坏。 对于周边的动植物来说,它们赖以生存的食物链,也有一定的影响。 但是从目前卡里巴水库在建成之后,到现如今对于周边的影响,反而是利大于弊。 卡里巴水库已经成为了上比亚最为重要的渔业产地之一。 但这其中包括尼罗厄、河马、大象等众多的保护动物,纷纷选择在这里繁衍生息。 因此卡里巴水库,也被上比亚称之为最具活力的生态壶。